女小孩我跟爸爸晚上再去你房间打地铺可以吗 可以啊像上次那样给我讲你们小时候的故事 好那我去扶床啊 你爸爸就等你再听话了 今天又在牛小孩的床底下打地铺咯 还是开空调说不行 啊来点冲空调啊 刚才洗人的时候在这画了个爱心 哎呦现在是长大了哟 都知道臭美了 以前让你洗脸就洗两个眼睛 你看现在一片都洗鸟店 那不是臭美的问题好吧 是之前小的时候脸还不油 现在脸上油了需要洗了 我跟你说我们爸还有同学没有用洗脸呢 为啥 他妈妈说怕洗面奶对小孩子的皮肤不好 你觉得有必要用洗面奶吧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吧 因为不用的话脸上会油油的 然后用洗面奶之后脸上会感觉很舒服的 是啊 你看像你们青春期的孩子 现在那些快油脂分泌旺盛你知道吧 特别是夏天脸上的油脂更多 脸上要是不清洁干净的话就容易长壁壳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山 也外出也经常涂防晒霜 要用洗面奶才能洗掉知道吧 要不给你同学一口试试 我觉得还是不要怕妈妈生气 只要是他妈妈担心洗面奶对孩子皮肤不好 我觉得现在出生室用洗面奶还是很有必要的 主要就是要给他选了的安全放心的产品 现在有很多那个洗面奶都是小孩子专用的吧 对啊 像小爱经常用的海贵爸爸都洗面奶成分就很靠谱啊 主要是胺基酸和鸡鞋炒 没有什么对皮肤不好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泡盆也很绵密 清洁你刚刚好也能把防晒霜洗干净 泡盆进眼睛里面也不会痛 洗完清洁爽爽的又不紧绷 我都经常用小爱的洗面奶洗脸清水洗不干净 你们每次一晚再给我归月啊每次都不放好 好好好 小事缠着爸爸妈妈陪他睡觉 现在我们也只能找天气热来蹭空调的借口来陪你睡了 今天晚上不能聊得太晚了啊 上次都聊到两三点 是你们缠着我聊的 哈哈哈 所以你一直问哎呀你们小事的事啊上学的事啊咋地咋地啦 然后就打开花牙上就说个不停嘛 给妈妈和爸爸换了幅画 哈哈哈 还差一点 哈哈哈 为什么妈妈是大一孩的呢 因为我三点盘带了 K.O